大家好我是阿信 今天是5月9號以下就是今天的影片 今天大盤上漲28點 成交量是2103億元 指數看起來風平浪金沒有什麼事情 但實際上卻不是這樣 原因在於貴買指數今天殺很大 相較於大盤今天還是上漲 貴買指數今天則是跌了1.4% 就可以知道很多小股票都殺的亂七八糟 今天漲停板只有6檔 跌停板卻有12檔 已經很大一段時間沒有看到 跌停板的加速比漲停板還要多了 今天下跌的股票很多都是跟財報或是營收公佈有關係 像是大江 昨天公佈財報雖然數字不差 但是股價還是殺到跌停板 或是像是3D列印的大總 過去股價漲幅很大 但財報數字公佈之後 股價也是殺到跌停 另外像是被動元件的光潔 公佈營收之後也是殺到跌停板 總之今天的盤勢狀況就是 小股票不管你好壞都先給你殺下去再說 另外今天還有一個族群是政策概念股 所謂的政策概念股就類似風力發電 或是太陽能這一些替代能源族群 原因在於民進黨主要推行的就是替代能源 但是我們的郭董則表示要蓋小型的核能發電廠 那明年要總統大選目前郭董聲量提高的情況之下 自然市場會對於這些替代能源感到一些疑慮 像茂迪或是安吉昨天公佈營收 營收的情況較去年出現雙位數的年減 然後又遇到今天小股票殺生隆隆 所以茂迪甚至被殺到跌停板 那不過以政策概念股來說 美國的政策概念股同樣也需要小心 原因在於美國目前要面臨債務上限的危機 美國共和黨提出要拉高上限的附帶條件就是 要去削減未來的政府預算 那一旦政府預算被削減之後 拜登要推行的一些政策可能也會受到影響 那剛好拜登政府也是在推動節能減碳相關的 像是電動車或是替代能源之類的 總之假設之前因為政策受惠而上漲的股票 之後都會比較小心會出現反噬的情況 那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盤面的情況 雖然今天大盤的情況還好 不過在中小型類股走勢很弱的情況之下 對於操作資金依然不會放得太大 尤其是一些中小型股票被殺到破線的狀況來講 也不會急著去接刀 那最近的操作情況還是會以低位階的股票為主 畢竟看到之前漲多的股票 尤其是均線開口大的 最近都滿悍慘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囉 更好看 大家 would like to see 我們可以明天見 說實話 在下一個小型準備的情況下 我們要來做一個小型的 我們有一部